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见面了 这期啊,我们来聊一聊啊 就是说关于这个无土栽培啊 就是机制栽培 这个机制 到底选用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机制呢 它到底能用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大家可以看看的就是我们这个 栽质的啊,是这个水果番茄 那么这个机制呢 今年已经属于是 第三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机制啊 我们采用的啊 这个 蚯蚓粪啊 和这个牛粪 乱着的是 两份的蚯蚓粪啊 配上一份的牛粪啊 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二笔的一个比例 这个袋子 它这个使用年限啊 基本上就是在 三年半到四年的 一个时间 这个 机制呢 啊 它的使用年限 实际上是一直是不限的啊 你只要说是消毒处理啊 它就一直可以用 比如说这一茬 我结束了啊 我把秧子拔掉以后啊 然后呢 我们滴清水给它洗盐啊 洗盐 把盐分给它往下降 洗完盐以后啊 然后呢 我们密闭大庞 两三天的时间啊 这个水分一蒸发干 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 消毒了 洗盐了啊 我们继续开始种 就行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无土栽培 说白了啊 呃 咱们的基本上属于是 前期啊 一次性就是成行了 也就是你投资呢 基本就在 前期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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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